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沙漠公路的终点 轮台线 昨天晚上在这里过夜的 这是一个小区的门口一排停车位 昨天晚上在这里凑合了一群 因为这个轮台线这边的建设 因为这个轮台线的 因为这个轮台线的建设 就是在旅游方面 特别是在公厕方面特别缺乏 我找了他们的公园体育馆 都没有那种 都没有公厕 特别差劲 所以我对这里印象不是很好 虽然它这个整个县城的建设 整个县城的建设还是可以的 延当前道路继续行驶三公里 比如说在这种比较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啊 有的那个县城就看起来差一点 但是这里呢 前方1.5公里内 有多个违法拍照 请按交规行驶 但是这里的县城城市的建设 就是还行 不算特别差 就是在配套方面 太匮乏了 总之呢 整体印象来说 我觉得 印象不太好 不管呢 反正现在了 下一站我要去库尔勒 去库尔勒 不晓得李有没有熟啊 在新疆吗 最有名的瓜果 阿克苏的苹果 库尔勒的李 图鲁番的葡萄 哈密的瓜 那个阿克苏的话 因为没有去 前方红绿灯路口请执行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阿克苏的话 因为这次没有经过 所以 没什么期待 这次要去库尔勒了 库尔勒不晓得 他那个香梨熟了没有 有可能没有熟 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早 不管先去了再说 去了以后再找一下 有没有 现在的话就出发吧 至少库尔勒 他那个美食肯定还是挺多的 您将在当前道路上 继续行驶123公里 前方900米内 有多个违法拍照 请按交规行驶 没多久便来到了库尔勒市 这里是新疆巴音 过冷蒙古自治州的 地级行政区首府 城市建设的特别漂亮 干净整洁 看起来让人感觉很舒服 来这的第一印象特别好 很喜欢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您的关注 长按点赞 以及赞赏 都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下期再见